我的嫁妆只有一个花瓶,婆家亲戚都在哄笑,花瓶落地开花,见一物婆婆愣了。 人常说自古婆媳是天敌,我很是认同这句话,但是这句话好像还没有说完,那就是男人没用,婆媳才是天敌。 我们这一代人的结合和父辈不一样,我们这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生活中的思想观念和父辈也不一样,因为不同,所以矛盾。 我今年26岁。我和老公是自由恋爱认识的,恋爱了一年,老公就向我求婚了。 妈妈在我六岁的时候,因为车祸去世了。 一年后,爸爸娶了后妈。生了弟弟后,他成了家里的焦点。 每个人都特别照顾他,只要他一哭,家里的大人就慌了,赶快放下手上的工作来哄他。 我从小就有点妒忌他,我觉得我在这个家是没人爱没人疼的。 所以老公一同我求婚,我就同意了,我想离开这个没有温暖的家。 我把老公带回家后,爸爸见老公这么疼爱我很高兴,同意了我们的婚事。 但是要求礼金要18万元,我有点生气,我带老公问,为什么要这么多? 爸爸没出生,后妈妈就大吼,养大你供你读书的钱比这个多多了,爱娶不娶,爱嫁不嫁。 我一听,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下来了。 老公赶快拉我的手,示意我不要激动。 老公一口就同意了,我知道老公家庭也是一般般。这个数字在我们那算大的了。 果然婆婆对给这个数很不高兴,由此对我的态度也不太好,我心里真的有点怨恨爸爸。 结婚十日前,老公送了18万礼金过来,后妈笑得见牙不见眼的。 很快就到了我结婚的这天,结果后妈啥东西也没有给我准备。 出门的时候,爸爸只给了我一个花瓶,并叮嘱我好好保管。 我心里冷笑,一个破花瓶,有什么好保管的。 不过是我的大喜日子,我也不想破坏心情,接过了花瓶就头也不回地出嫁了。 可是当我跟老公回到婆家的时候,婆婆把脖子伸得老长地看,发现和我一起回来的只有一个破花瓶后。 婆婆的脸色马上变了,婆家的亲戚都在哄笑我的嫁妆。 婆婆也很不高兴地说,想不到18万的礼金,你娘家居然全吞了,只给一个破花瓶。 我真是没见过这么抠门的亲家。老公心直说,妈别这样说,岳父叫老婆好好保管的呢。 。 婆婆更气了,一个破花瓶有什么好保管的。 。 说完,一下就躲过花瓶摔了,花瓶应声而碎了,七零八落的,里面竟然有一本存折。 。 老公眼急手快的赶快拿了起来,并打开看了一眼,说里面有26万,全场都愣住了。 。 老公再仔细看了一下,里面还有一张纸条。 是爸爸写给我的,爸爸说我永远是他最爱的女儿,结婚后要多回娘家走动。 。 说当初坚持要18万元是为了堵后妈的嘴,里金18万再加上罢的8万私房钱全给我做嫁妆,叫我和老公以后幸福地过日子。 。 我泪水一下就模糊了双眼,我一直都误会了爸爸,我真是不笑呀。 。 这时候,婆婆说,存折要给她保管,省得我年纪小乱花钱。 我跟婆婆说,我自己的钱财,我自己保管,不能给你保管,因为那是属于我的嫁妆。 我的嫁妆怎么可以交给你管呢? 现在又不是古代,不是儿媳逆来顺受的那个年代了。 。 婆婆听后,睁大两眼,说不出话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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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